这里就是东平陵古城遗址 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古城址之一 现在在地面上还能清晰地看到古城的夯土城墙 根据测算 这是一个总面积达到360余万平方米的古代大城市 济南曾经出过一个篡位的皇帝王莽 据考证就是东平陵城人 据汉书记载 东平陵城作为汉朝东方的冶炼手工业城市 和一个重要的郡国都城 在中央集权统治下 其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是齐国和鲁国之间的一个战略重镇 汉朝先后在此分封了多位诸侯王 站在古城高处放眼望去 不远处的那个小村庄就是洛庄 两者之间距离这样近 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那洛庄汉墓的主人会不会就是东平陵城中的什么人物呢 答案只能依靠考古发掘的结果 洛庄汉墓的发掘在继续 现场又暴露出了一些地下坑学 考古学家判断 这些地下坑学分布在风土周围 距离主墓室有一定距离 属于陪葬坑的性质 在汉代一般只有皇帝和王宫的墓葬 才有资格拥有陪葬坑 难道这里埋葬着一位神秘的王宫吗 在清理一座地下坑学时 考古队没想到 第一批文物那么轻易地就冒了出来 发掘几千土之后呢 就出来几件金器 这几件金器呢 以前都没见过 当然一开始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现一个动物的一个头 上面呢还有刻着很细的这个花纹 另外呢还有一种 后面带这个棒圆形的这种东西 我们叫做节约 从这两个东西看呢 我们觉得可能和称马气有关系 在后来的发掘中 又发现了不少金器 金器都很小巧 质地十分纯正 左宫尤其精巧 但是它们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远看有些像大象 仔细看却长着鹰的嘴 又像是马的变形 头上还顶着机关 也许这是传说中用来辟邪的神兽 是某个显赫家族的图腾和标志 虽然造型诡异 让现代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这些金器无一例外 都是实用的车马器具 这是一件装饰马脸的小事物 在这件金器的后面 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扣 皮带从这里面穿过 仅仅是马的事物 就做得这样讲究 它的主人肯定十分富有 就在发现金器后不久 考古队发现了马坑 清理出了七匹马的骨骼 在这些骨骼旁 又清理出了许多纯金 硫金 青铜 铁质 骨质的马具和马饰 马坑南侧的一个坑里 留下了很多木头的痕迹 考古队采用石膏胶筑的斑法 发现原来这里 曾排列着许多造型灵巧的 小木涌和小木马 木头已经全部腐烂 只留下轮廓和少许的颜料 这些兵士勇的脸上 残留着当年土上的红色 军士们有的背着剑 有的拿着割 有的神气地跨在骏马上 排列成一种古老的驱子阵型 这是一支威形的仪仗队 护卫着主人的地下世界 虽然已无法完全复原当年的阵势 但人们还是从中感受到了 墓主人生前的势力和威严 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绅士和地位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